这场大渡车引起的美妙邂逅 酒吧老莫终于摆脱孤独中老的魔咒 故事起源于原始时代 盛田镇各大家族的祖先还在如毛饮雪时 红莫一世就在养家虎口这块很不称职 回回答的猎物都在偷回家的途中自己吃光了 马迹一世为此时常发火 教授看到石头滚动后忽然开启了灵制 发明了交通工具给原始时代提升了素 红莫一伙翻车堵在路口 他已开启了灵制 得意的表示自己发明了交通拥堵 教授立下豪言 表示他会想办法解决这玩意儿 这将是最后一次出现交通拥堵 数万年过去了交通拥堵始终存在 而且越演越烈 变成了现代生活中的头号幸福杀手 最近春天镇的交通情况异常糟糕 谁也不明白为何忽然一睁眼 屋外的马路就变成了拥堵司机的新家 老莫人在路上堵心在天上飘 望着后视镜中自己那张憔悴的脸 写满了单身老男人的愁苦 辛普森家里 侯姆和马基正在享受昨晚的余韵 被单一蒙头 打算把这部动画片升级为十八镜 外面刺耳的汽车鸣笛声 却搅扰了他们的兴致 两口子出门一瞧 握着满街树中的司机 只觉得老咳疼 内德甚至当街买起了咖啡 老莫在车里愁云惨淡时 忽然发现前面的女司机有点眼熟 为了打消胡思乱想 他一脚油门冲上草坪 辛普森一家在前院里摆上两椅 翘着二郎腿望起了夕阳景 他们询问司机为何会堵车 大家都说 他们正是缺德地图的导航开 结果就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有人急等着去卖肾呢 只能躺在车里 给着APP猛刷差评 发现无能狂怒 堵车往往会尿成许多人间悲剧 和你前往婚姻殿堂的女人 可能会因为在路上认识了豪车的车主 从新娘变成情妇 也有人给车喷上广告 开始开店做生意 辛普森一家抓住商机 提供五元一次合影的服务 可惜生意惨淡 为了解决大堵车问题 马基启动了邻居大会 邻居们挤进辛普森家 放下堵车问题不管 反而要披露这家主人 有人说 他们住了整整25年 都没和自家打过招呼 有人吐槽猴沫又肥又胖 穿着蓝裤走路 老有难听的魔腿身 有人甚至说 辛普森一家 只有开枪打过人的马基 算得上半个好人 猴沫听完都轻了 没想到邻居对他们意见这么大 他承诺向解决堵车问题 来挽回邻里之间破碎的友谊 希望支持他的人 掌声鼓励 很尴尬 冷场了 镜头一转 红沫开始找缺德地图的客服投诉 屏幕上去突然谈说 你是机器人吗 红沫被迫开始了万恶的图像甄别验证 点完红绿灯点路标 点完路标点公交车 红沫如坠交通迷宫 被磨光了耐心 联盟喊丽莎来帮忙 丽莎点满头是汗 红沫没办法 只好打缺德地图的电话客服 结果被提示 前面还有5000位咨询者的排队 为了排解红沫等待时的无聊 去的地图还播放了其他用户的抱怨语音 企图引导红沫一想打爆自己的头 没有一位消购者去见上帝 客服就少一位上帝要伺候 另一边 老沫在堵车的路上逃啊逃 却发现自己始终逃不脱旧爱的追逐 那下车撩发的娇小身影 果然是他心心念念的马眼 他们曾经谈过六天恋爱 老沫惊喜地坦言 那是他生命中最长久最美好的一段关系 老沫通过吸油箱链出来的吻记 给玛雅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从玛雅离开后 老沫每天都会给他写信 可惜他忘了问玛雅的地址 这些信只能留给自己 反正路上躲得动不了 老沫索性邀请玛雅 到别人家的院子里喝茶叙旧 玛雅这些年考研上岸 一路发奋图强 拿到了博士学位 老沫强颜欢笑说 他嗯 过得也不错 因为工厂倒闭 酒吧里多了一批新酒鬼 然而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这些年过得很散很糟糕 玛雅想和他旧情复燃 老沫非常惶恐害怕 爱情的洪水来势凶猛 被裹夹得他无法呼吸 沉溺其中忘记一切 可万一这洪水去也匆匆呢 到时候自己也就沉了河滩上 等着渴死的鱼 一夜缠绵后 老沫跌进了温柔箱里 抱着玛雅只希望幸福可以永恒 玛雅问他说 我们分手后 你有交过几个女朋友 没有 任何女人都比不了你 不过他倒是被一群 闲浪子开女号网片了几次 玛雅越摆一摆 是温柔可人 老沫就越惶恐 他想起曾在自己生命中 当播客的女孩们 每当他说出 我爱你三个字时 他们就会以火箭们的速度逃离他 每一次表白悲剧 都让他变得比之前更加可悲 当初一级风发的老沫 也曾在繁华的地无大道大喊 我爱你也纽约 女人什么的扯蛋去吧 然后就被蜘蛛侠抢了钱包 老沫常态一声 决定打死部队玛雅 说那三个字 另一边 河沫把教授请进家里 承诺 只要能解决堵车问题 除了钱和赞满之词 他什么都愿意给 教授表示 打败全球数据据售的唯一办法 就是深入原代码 他黑进了缺德地图的系统 经过一系列精密的计算 忽然脑海中落下闪电 一个天才想把横空出事 只要把这条街道弄没 堵车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此处听懂掌声 辛普森一家以为教授读书读傻了 不料教授是故意卖关子 他的意思是 让这条街在数据库里消失 去到地图不就没法恨大家伙了吗 众人一听大喜 教授拿键盘当钢琴 敲了一曲代码之歌 欢迎大家来到 茶无此街的新时代 教授这一招真管用 之前躲得水泄不通的街道 转眼间一辆车也没有了 人们在街上玩耍嬉戏 好不自在 之前对辛普森一家 怨言颇多的街坊邻居 现在抢着为他们卸上掌声 鸿莫很高兴 带着朋友们来到酒吧里喝酒庆祝 发现老莫和玛雅又在一起了 纷纷举杯为他俩欢呼 老莫拉鸿莫到角落里单独谈话 说 他和玛雅曾经分过手 没准这次的结局也一样 在这群酒鬼里 只有鸿莫家庭完整 老莫觉得鸿莫懂得怎样守住女人 向他讨教秘诀 鸿莫尴尬了 他和马基不知不觉 就变成了老夫老妻 守女人这事 他心里还真没啥概念 鸿莫只好打电话问马基 马基得知老莫的情况后 只给了他一条建议 要相信爱情 老莫挂了电话 冲鸿莫一瞪眼道 你老婆是个白痴 几天后 鸿莫发现他变成了镇上的大明星 不管走到哪里 都有狂热粉丝举着标语牌高喊 鸿莫鸿莫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甚至有人给他送甜甜圈 对这种追捧 鸿莫实在有点不适应 觉得打扰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巴特吐槽老爸怪事多 大家讨厌他 他不爽 大家喜欢他他也不爽 另一边 玛雅出门买菜后 老莫独自望着镜子 陷入了精神分裂之中 街中人嘲笑 他会再次陷入泥沼 逃不出孤独的诅咒 老莫打碎了镜子 想摆脱脑海里的自我怀疑 然而破碎的镜片 就变成了更多磕巴的自己 他们变成了痴妹王俩 残忍的歌唱着 诅咒老莫 世界对你恨之入骨 你会孤独终老 因为没人会爱你 老莫被自我怀疑和否定压垮了 他连夜逃出酒吧 躲进了巴特的树屋里 红莫下班回家是吓了一跳 忙问老莫 发什么神经 巴特和眼镜在正巧上来玩游戏 红莫让他们陪老莫玩玩 让他开心一下 巴特二人把这个 躺在地上装死的老家伙 当成万象人乱射 乐景趁安心 老莫捂着脸满地打管 越发感到悲痛欲绝 大伙呢他没辙 就这样熬了不少天 红莫也不想管了 马基却逼他 必须想办法 把老莫从树屋里弄出来 否则就不给他饭吃 为了吃饭大事 红莫只好耐着心子 跟老莫交谈 说 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有漂亮女人 爱上我们这样的平凡男人 是机会就要把握 连凯文这么私都能找到幸福 你为什么不能 红莫怂恿老莫直接求婚 把终身大事定下来 就不会这样一生一鬼 体型吊胆了 老莫掏出当初 他和玛雅拍的大头照 思虑再三 意识到他想和玛雅共读一生 于是鼓起勇气 导使好一身形套 敲起菜刀 剁下一节枪管当戒指 去找玛雅谈话 玛雅正在收拾行李 准备走人 听到老莫的求婚告白 大感意外 有情人终成眷属后 老莫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 送了多年的情侣晚餐圈 带着玛雅去完成夙月 可惜这圈已经过去整整十年 而她也浪费了十年 才找到命中的那个人 以上就是 辛福森一家第33季 4集的内容 这里是草妮妮影院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 关注和支持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